大家好 上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了 如何用华为手机 给北京中小学生交通卡充值 这个视频分享下 如何用北京一卡通APP开发票 我用的是华为Mate20手机 在华为钱包的那个APP里 有一个卡包 卡包里也有一个电子交通卡 我经常用这个电子交通卡 每次出门不用带实体卡 给这个电子交通卡充值 用的是华为钱包 支付方式用的是微信 但是充值的发票 不是华为给开具的 而是在北京一卡通APP里开具 下面看一下操作步骤 实体的交通卡的开发票步骤 也是一样的 首先进入北京一卡通APP 点击右下角的个人 然后再点击电子发票 点击充值业务 这里会列出我绑定的所有交通卡 其中有一个是华为钱包里的那个电子交通卡 还有一个是学生的交通卡 剩下的两张是普通的实体公交卡 一共可以绑定五张交通卡 点击一个进去 可以看到这张公交卡的充值记录 今天的充值记录得明天才能显示 全选所有的充值记录 点击下一步 确认发表信息 点击提交申请 在弹出的确认信息里是有邮箱地址的 然后再点击确认提交 第一次提交失败了 这种失败很少遇到 重新再操作一次 提交成功 过一会儿 邮箱会收到新邮件 发票是PDF文件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